亚太报道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 2024年9月20号星期五 我是嘉远 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 深圳遇刺的日本学校男童不幸离世 仇外事件仅是个案吗 中国多位省部级高官落马 阅读禁书成为主要罪名 本台播出文化精英清迈访谈录 专访知名工艺人士何培荣 中方施压升级 34项台湾农产品被取消关税优惠待遇 美国众议院原议长佩洛西等议员 呼吁中国释放李芷英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深圳一名在日本学校就读的日本男孩 被一名中国男子用刀刺伤腹部 经抢救无效 与本周四凌晨去世 日本驻华使馆降半旗指挨 日本外相上川阳子 则批评这是卑劣的行为 敦促中方 确保在华日桥的安全 今天记者前朗的报道 就读于深圳日本学校的 10岁日本男童本周三 在上学途中 被一名陌生男子刺伤 送医院抢救无效 日本驻广州领事馆 周四凌晨发布消息称 该男孩已于当天凌晨宣布死亡 驻广州总领事馆 总领事木道芳子介绍 南海腹部被刺伤 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先至 当晚在北京向记者团表示 此次事件发生 令人深感痛心 我们再次呼吁中国方面 对在华的日本人采取万全的安保措施 日本外务夫大臣 港野真校当天召见 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 对此事表达了严重关切 日本外相上川阳子则批评 这是卑劣的行为 要求中国确保在华日桥安全 日本近港大学教授杨海英 当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此事在日本政界引起了极大震荡 日本现在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 保守派还是自由派 朝野对这个事情都感到很愤怒 日本现在是自民党总裁 现在正在这个选举中 自民党的总裁就是 自动的就是成为下一届总理 最大的在业党也在这个选举过程中 那么他们肯定会提出一些 对中国比较强硬的这个口号 周四 日本驻华大使馆将办起治癌 并发布声明 认为事态严重 衷心希望中国政府 尽最大努力保护在华的日本侨民 查明真相 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本周三 日本男童遇刺事件发生后 受伤的男孩被立即送往深圳的一家医院 接受了手术和其他治疗 深圳市政府也提供了进一步的急救措施 包括派遣专家 但由于个脏器失血过多 最终导致死亡 不过 中方至今为披露男童抢救过程和凶途资料 杨海英教授认为 三个月内 江苏 昆山和广东 深圳 先后发生了针对儿童的袭击事件 这将让日本政府担忧起国民在中国的安全 并可能采取相应措施 日本慢慢地从中国撤资 这件事情我觉得会在经济上 会在这个文化交流上 人际交流上带来的影响要比较大一些 那么政治上的话 它会提一些这个比较强硬的口号 但是作为外交政策能强硬到什么地方 我觉得日本还是做不出来 在深圳事发现场 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记者纷纷前往日本学校进行采访和拍摄 旅据日本的呼比斯对本台表示 日本媒体对此事进行了广泛报道 民众也对此表达了强烈关注 日本中华大使馆于18日通过邮件等方式提醒在中国的日本人呼吁他们在外出时务必注意周围的民主主义 环境留意是否有可疑人员靠近 学者陆军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中国政府常年发表反日反美的言论 并播放相关影片 长此以往的筹外教育和宣传影响的民众的价值判断 陆军认为表面上这起袭击事件是个人行为 但事件背后反映出其社会背景 他表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前朗报道 今年以来中共清查高官购买阅读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和音像制品的风暴正愈演愈烈 近9月以来就有云南省前副省长张祖林等人被通报有上述行为 中共为什么开始清查党内官员阅读书籍的政治倾向 而这又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请您本台记者朱丽叶的报道 2024年9月12日中国中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通报了云南省前副省长张祖林被党纪政务处分并移送司法的消息 在官方通报中张祖林被指私藏月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音像制品等罪名 9月以来有类似行为的还有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朱丛九浙江省金融控股集团原党委书记甘成九被通报有上述行为 一切迹象表明中共似乎正在开始一场党内独物的政治清洗运动 什么是反动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 一位大陆资深出版界人士向自由亚洲电台介绍 在实际出版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来规范反动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 但他摸索出三条规律 第一,与正统的马列主义和中共官方历史不符 第二,对历史的记录与官方叙述不合 第三,涉及高级领导人的生活、军事等内容 这位资深出版界人士以书面方式回复本台 以下内容由AI代读 但至于是不是真的被打成反动 还是有很多随意性和偶然性 决定与主持办人个人的认识水平和野心 另外,这个概念也永远是在与时拒进 昨天反动的书今天可能不会反动了 昨天不反动的书今天可能就反动了 在中共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灰皮书 也曾有过读书无禁区的讨论 是否可以将此轮清查认为是再一次加强意识形态的管制呢 曾在中共团中央宣传部门工作过的高法林 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他认为中共的控制从来没有变过 看到当时中共和毛泽东他有这个自信 就这点看的话呢 现在当然是大倒退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话呢 我觉得当年的举措和现在的官员 落马给他们安装的这些罪名相比的话呢 其实还是换汤不换药 就是我给你看什么 你就看什么 要恪守上师划病的信息范围 就像唐僧给孙悟空画的那个圈 圆圈一样 你站这里头你不能越雷池一步 所以这个思路呢 其实它是有意义贯之的 原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政府 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杜文则总结说 就是就这几年从15年以后 这个完全进入一种思想垄断和专制控制的 以后就结束了 那不允许任何不同的思想 传到共产党员其他人的耳朵里 这个时候就是共产党员已经变成了一个工具了 自由亚洲电台观察到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罚条例 自2003年颁布以来 与阅读内容相关的条文 从最初的87个字增加到了2023年的832个字 从阅读行为到阅读渠道 以及文体都有越来越详细的规定 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 这说明中共正在制造公开的政治恐怖 企图以此控制全党的思想 蔡霞认为这样的前景是会造成 中共党内更加分崩离析 它在向外伸展在向外行求 它的那种疏离它已经出现了 你这样验上网 你这样有兴趣去翻 你总能看到外部的世界的消息 更多的普通党员 他们会在网上的阅读 而你了解外面信息越多 跟这个党跟习近平的精神上的 思想上的分歧和疏离 它是必然的 党真的已经散架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记者朱立叶在华盛顿的报道 两年前知名公益人士何培荣 离开了他长期奋斗的中国 来到泰国清迈 继续他的公益事业 7月下旬 在清迈的采访中 他向记者讲述了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 以及在异国他乡 开展公益活动的心路历程 以下是记者前朗的报道 今天又是灌市场的日子 这是我住处社区的一个市场 每个星期 星期一和星期三 可以灌这样的市场 我在这边买水果 蔬菜 还有些熟食 这边非常的方便 价格也非常的便宜 何培荣因帮助盲人陈光成逃离山东东施古村 于2012年获选为第12届中国青年人权奖得主 2013年他成立了社会公益非政府组织新业公益服务中心 推动四川山区贫困学生的学习服务 并在南京市内开展一些社区志愿服务 2022年他参与了对江苏丰县铁连女事件的民间调查 面对中国日益压抑的环境 何培荣于2022年决定离开中国 他说 我的工作环境也是非常的恶劣 而且非常的危险 所以我当时就离开了中国 因为泰国这边的门槛是比较低的 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过来 我比较喜欢亲慢 我为了离开中国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 然后进行选择了一个时间节点 我选择在两会前离开中国 因为随着两会临近 对于我的一些措施就会变得更加严 十多年来一直生活在监控之下的何培荣表示 在武汉疫情期间 他所负责的机构乘服武汉进行救援 武汉疫情的时候 我们机构是第一个进入武汉进行救援的 因为我们当时拿到很多当地的一些情况吧 对武汉政府在救援中的一些不作为 非常的不满 可能发表了一些评论 导致我的机构在武汉遭到报复 他们针对我有一个小的叫名誉权的诉讼 就影响了武汉的行情 2022年何培荣前往徐州风县 关注铁链女事件再度引起当局紧张 他说 那铁链女以后肯定是非常的紧张 徐州警方曾经冲到我家里面 要把我直接抓走的 何培荣表示 为了安全起见 他已经停止了在国内进行的一系列公益活动 但在青麦启动了新的公益项目 我到了青麦以后 国内的这个机构应该是说全部阻止活动了 而且我也接到电话 要求我关闭网账之类的 所以我现在的活动应该跟之前的一些 跟我的机构是完全没有关系 谭吉当前和未来的工作 何培荣充满信心 他表示 在青麦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也找到了自己工作的方向 他已经介入了一些反人口贩卖的工作 并从缅甸东部庙洼底的电信诈骗员 救出多名被困人员 何培荣现在只想在一个安静 自由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前朗报道 在中共体制下 政治是统帅 是灵魂 而高层政治是统帅的统帅 灵魂的灵魂 自由亚洲电台 夜化中南海节目 为您关注中共高层 人事动向和派系分野 探讨人事异动及权力分配 如何影响未来政策走向 主持人高新先生 已撰写近20部相关研究专注 敬请关注夜化中南海节目 连日来 中国针对台湾的施压力度似乎正在持续升级 台湾陆委会和石化大厂台速企业证实 该公司的一名高管本月初入境中国后遭到边控 而在本周三中方突然单方面宣布停止执行对台34项农产品的进口零关税政策 今天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一名台塑台籍高管9月1号飞抵上海虹桥机场之后 飞机刚降落停好 上海国安人员直接登机 将人带走请入所谓的小黑屋漏夜盘查 后来人虽然被释放 至今仍然无法离境 台塑集团发表声明表示公司还在了解中 目前这名高管身体平安行动自由 正配合中国大陆官方调查中 公司将持续关心并提供必要的协助 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瑟智 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 这两三年中国不断加紧国家安全相关法制立法 尤其在推出所谓的反台独22条之后 已经产生一定程度的寒蝉效应 台湾方面观察到 过去一年有部分的大学老师前往中国交流时 被请入所谓的密室 而台湾有学者做相关探讨时也发现 台湾民众入境中国被骚扰有三种层级 最轻微的层级就是你在入关的时候 海关人问了很多问题 依照你的护照条件 第二个层级的骚扰就是请你到这个所谓的密室 小黑屋里面 第三个层级就是你已经入境了 但是他在你的住的饭店 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调查 惠里国际政策咨询集团董事长 谭耀南对本台表示 过去台湾的企业界都认为会遭到中国国安单位盘查 或边控限制居住自由的对象 都是与政治有关 台湾高管遭边控一事 恐怕会在企业界引发寒传效应 过去大陆的国安单位还谨守一条线 对于企业向来这个是在土地资产 税收 合规 金流这些东西的监控 但是不太是对于政治上或者人身自由上的监控 商务关系大家都会人人自为 中国对台硬的一手持续施压 中国财政部官网18日公告 宣称台湾地区单方面对大陆产品出口 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等措施 严重阻碍两岸经贸合作 从9月25日起 停止执行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 鲜水果 蔬菜 水产品等 34项农产品免征进口关税政策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尧 周四在回应相关应询时批评 中国以上逼证又来了 从2021年开始 农产品一直被中国拿来以上逼证的大宗 对最善良的农渔民下手 根据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指出 由于凤梨 芒果等产品已经被中国暂停进口 2024年34项的产品出口中国金额大约是736万美元 未来恢复正常税率之后 约时支付关税为107万美元 台湾的陆委会对于中方寄出的政策表达遗憾 声明指出陆方因政治理由以经济政策对台进行施压恐吓的政治操作 无助两岸关系的维护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埋台北报道 在荷兰和澳大利亚国会相继通过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 不设台动议之后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也做出中国以此为工具 主张台湾地位不合法的表态 日前 台湾的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就此发起 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不设台提案 但在野党却离席制 请听记者夏小娃的报道 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立法委员发起 立法院应该公开宣示 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与台湾主权国际地位无关 台湾拒绝中国任何违背事实与公益的操弄提案 呼吁朝野共同联署支持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尧18号 在朝野协商会议中以临时动议提出 但是蓝白立委掉头离席 国民党籍的立法院长直接宣布散会 韩国瑜说 那我们现在就上 那个院长等一下那个协商结论 先让我讲完临时动议好不好 我们协商结论也可能可以再处理 我们有临时动议要提好吗 院长我从一开始就说有临时动议要提 针对联合国2758决议 在立法院朝野各党的联合声明 请我们韩院长也不理会不处理 蓝白的两个党边资料都已经发到桌上了 但是都视而不见 民众党团总招黄国昌拿起咖啡转身就走 国民党团总招傅昆奇低头滑手机不出场外 韩国瑜则跟着离场耸耸肩两手一摊 吴思耀对着空荡荡会场念提案内容 当念到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 台湾的立法院这么的时候 立法院直播突然断讯画面出现 讯号测试中他反问中国的压力这么大吗 吴思耀受访表示 最悲愤的一次 韩国瑜再一次让没有讨论不是民主的 这种国会闹剧再一次的上演 蓝白就这样要践踏自己的国家吗 国民党及立法委员李燕秀受访表示 联合国大会1971年通过2758号决议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联合国 唯一合法代表并驱逐蒋介石的代表 北京自行扩大解释 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阻碍台湾参与 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今年7月通过 针对联大第2758号决议各国议会决议范本 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国会 相继依此通过了联大第2758号决议 不设台相关动议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18号 举行印太区域的强权竞争听证会 共和党籍众议员巴尔提到 中国利用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该决议虽然提到蒋介石 但没有触及台湾地位 要求出席作证的副国务卿坎贝尔 厘清美国对中国此一宣称的立场 坎贝尔表示 是的确实如此 正如巴尔正确指出 中国以联大2758号决议 以及其外交手段为工具 主张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不合法 前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蓝白政党透过程序阻扰是借口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钟志东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国际社会就以美国为首的 像他的盟方伙伴 开始陆陆续续 对有关台湾主权定位的表态 因为其实也是预作 跟中共在打所谓的这种法律战 那以避免 到时候甚至台海发生冲突 中国透过武力单方面来改变台湾地位的话 作为他们干涉的正当性 等于也是事先对北京进行外交的一个嚇阻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台北报道 美国众议院原议长佩洛西等多位美国国会议员 9月1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 强烈呼吁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 被不当关押近四年的香港 一传媒创办人李志英 今天本台记者唐元元的报道 自一传媒创办人李志英 于2020年因被控勾结外国势力罪 以及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等 遭香港当局抓捕以来 他已被羁押将近四年 期间李志英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 对此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在本周三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共同呼吁 香港当局立即解除对李志英的不当关押 并对香港的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和民主等基本权力恶化表示关切 美国众议院原议长佩洛西在会上表示 以下中文音频皆由人工智能代读 中国政府及其他威权政权折磨政治犯的方式之一 就是告诉他们没人会记得你们被关押在这里 也没人会关心你们为什么被关押 今天我们想告诉全世界和中国共产党 这并不是真实的 我们不会忘记李志英的牺牲 也不会辜负他所做的一切 我们将因此而茁壮成长 我还想对中国政府说 我们不认同其压制国内民众的做法 我们将对此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抵抗 而在谈论中国的民主状况时 中国无权在美国境内压制言论自由 在周三的记者会上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卡丁指出 除了李志英以外 有上千名香港民众受到香港当局政治清算而被关押 这包括香港47人 而美国国会将会持续深远这些被关押的政治犯获得释放 卡丁说 我们将争取所有人都被释放 我们要求当局立刻释放李志英 我们要求中国政府履行其对香港民众 以及国际社会的承诺 我们不会放弃希望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问题 我们会持续点名中国和香港的行为违反国际人权法 也违背了他们过去的承诺 在李志英和其他被拘押者获释前 我们绝不会停止努力 除了佩洛西和卡丁外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李施 参议员莫克利 众议员史密斯等两党参众议员 都参与了当天的记者会 并且公开申员李志英 此外 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康达也出席了会议 记者会上 李志英的儿子李崇恩表示 李志英被关押的环境极差 导致77岁的李志英健康状况迅速恶化 在将近77岁的高龄 香港当局将我父亲单独监禁 他每天需要忍耐100华氏度以上的高温 并欠缺日照 透过持续关押 香港当局正在慢慢地谋杀我的父亲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源源 华盛顿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 避开老大哥的眼睛 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 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 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 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 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 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 该暗网普通话网址是 https-www.rfa62zl6z6owmtlf.onion-mandarin- 读者可使用基于火壶的洋葱浏览器 匿名访问以上网址 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 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 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 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综合中国媒体的报道 十年58岁的湖南省财政厅党组书记 厅长刘文杰 9月19号在财政厅的家属楼坠楼身亡 有消息显示 该案有可能涉及刑事案件 流传于中国各社群平台的截图显示 有目击者看到 刘文杰被两人捆绑 从13楼的窗户扔下 随后两人也随着跳楼身亡 知情人士就此告诉中国财经媒体 第一财经 跟随刘文杰跳楼的两人 与刘文杰存在工作联系 不过不便透露具体细节 报道说 目前关于案件的具体情况 仍有待警方调查 据悉 刘文杰在湖南省财政厅工作多年 于2022年升任厅长 台湾内政部9月19号宣布 两岸同性办理 如果在第三地合法结婚 将适用于台湾异性恋婚姻规定 在经有关政府部门检验文件与面谈之后 允许当事人在台湾进行婚姻登记 为保障婚姻平权 台湾在2019年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 成为亚洲第一个允许同性婚姻登记的行政地区 引发国际关注 据维权网9月19号发布的消息 广东维权律师范彪文于当天早上抵达上海 与张展的母亲会面 然而范彪文律师在张江地铁站 与张展的母亲见面后 立刻被四五名警察强行带走 与此同时 张展的母亲也被一名警察拦住 失去行动自由 直到范彪文消失在视野之外 张展的母亲表示 她将前往派出所询问情况 如果到晚上 仍没有收到范彪文的消息 这便意味着她可能已经被警方扣押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感谢收听